我妈为了证明没有男人也可以怀孕 独自一人去山里待了三天三夜 回来后就莫名其妙地生下了我 村里人都说她是被野兽糟蹋 或狼或龙或是熊大 面对村里的流言蜚语 她从未有过解释 只是安安静静地把我抚养长大 虽然我不相信我妈是和野兽生下的我 但她的行为举止却越来越奇怪 她每个月三号都要出去一趟 从我记事开始 我家每个月三号那天她永远是不在家的 18岁时我妈把自己写的算命招牌挂了出去 有人看笑话就还真的过来试试 然后三分钟不到 我妈便写了出来让我说出来 后来还真疼得准 不到三个月 我母亲就成为了十里八乡有名的算命 而且一天只算三个人 相传遇见审算者 事业将会一帆风顺 评论区发送恶难退去 已在这个春天地病飞黄腾达 我妈每个月三号上山的规律依旧没变 那天母亲和每个月的三号一样 早早地就给我做了早饭 然后说有事就出去了 等我母亲出去之后 我就准备跟着偷偷上山 可是我刚要关门的时候 隔壁村的张长生就一把手地拦住我 他是倒卖古董的 每次有什么新宝贝的时候 就会过来花十块钱 让我母亲算一次能不能入手 我告诉她 我妈今天上山不算卦 你妈不在 那就你给出出主意 我知道你有几下子了 帮我看看 然后说着给我个大红包 看她给钱了 我就看了看她的面相 你的印堂发亮 这是要走财运的迹象 说明你昨天收到的宝贝 可以赚一笔 她听了有点惊喜 忙说了句谢谢 就往门口走 不过走的时候 在门口摔了一跤 从地上爬起来 她估计是摔到了 口袋里的什么东西 她掏出来看 就在门口漫漫咧咧的 我疑惑地走过去 发现她手里面 拿着一个玉玺一样的印章 印章被刚才摔断了 这个古董 可以卖不少钱 如今磕碰断了 那就是毁了 我下意识看她的面 想发现她鼻头的光 这样已经消散 财运没有了 说明这个印章也不值钱了 张长生 漫漫咧咧地走了后 我赶紧往山上走 可是半路上的时候 我愣住了 因为我看到 我妈居然往回走了 每次三号的时候 我母亲可是雷打不动地 会出去一天了 我赶紧躲起来 看着我妈脚步很急地回家了 我心中疑惑 偷偷忍不住跑了回去 在我妈的房间 窗户口偷偷看 我妈在柜子里面 找什么东西 看到她从柜子里面 拿出一个盒子 我就咔嚓一声 她的左手 居然折断一样地断 我被吓得急忙跑了进去 我妈看到了我 脸上满是惊讶 妈妈 我带你去医院 待在家里别乱跑 乖 她说着 将自己折断的手挫位 一样地接起来 至始至终 她都没有说一个痛 今天三号 她还是没有失约 即使手断了 还是要上去 我实在是担心 忙着追出去 可是我追到了山脚下的时候 发现我母亲早就上山了 我找了半天 也没找到 只能垂头丧气地回家 可是我还没到家的时候 就看到了 刚才找我看向的张长生 又过来了 等你半天了 我有东西落在你家了 快开门让我进去呢 我无语地看了她一眼 我打开门问她 你落下什么了 毕竟我们开店做生意的 总有一些客人会落下东西 通常我会放在柜子里面 我往门旁边的屋子走 就听到了撒腿跑的声音 我疑惑地看去 发现她已经头也没回跑远了 我无奈转身 就看到了桌子上 有一个印章 旁边还有一只断手 这不就是她早上 在我家门口摔断的 那个古怪印章吗 想着这印章这么断了 实在是可惜 我就干脆用胶水接好了 然后放进了柜子里 想着张长生 哪天不送给我了 她会找我要 这时候我听到了 开门的声音 是我妈回来了 我饿了 妈妈 她点头去厨房 我才突然发现 她白天断掉的手 居然好了 我好奇地问 妈妈 你的胳膊好了吗 乖 你去玩你的 别碰了 我的手臂有点干涩 好像骨头里面有东西 很不舒服 说得我急忙不敢碰了 我乖乖去堂屋 等过了一会 她做好饭了 我就吃 吃完我就回屋子里面睡觉 第二天一早 我打开门准备做生意 不过我看到我母亲 一直捏她的手臂 我急忙过去说 妈妈 去医院看看吧 好了乖 我今天还要出去一下 但是今天是四号啊 我妈说了句 她知道便出了门 我无聊地看电视时 发现张长生鬼鬼祟祟的在我家门口 我无奈地走出去问她 你怎么又来了 你妈去哪了 为啥今天不算个 一听我妈出门了 她嘴里又开始嘀咕 出去了就代表没事了 那家伙居然骗我 说什么那东西拿不得 你妈就是见不得我好 张长生随即大声对我说 我昨天落在你桌子上的东西呢 在柜子里 你自己拿 她自己打开柜子 将那个印章找出来一看 居然是好的 她疑惑地拿出来问我 这是怎么回事 我用胶水沾的 这他妈是古董 你不懂你就不要乱搞 这连胶水印子都能看到 我还卖个毛啊 被张长生这么骂 我只能尴尬 要不重新败断了 你去找人修补吧 反正是胶水 一掰就断了 张长生哼了哼 包好山神印 直接拿着东西就离开了 但是我突然觉得 她的面相有一点奇怪 印堂居然发生了变化 送走张长生 我就继续在屋里等我妈 但一直到了早上六点 她都没回来 我担心我妈手断了 这小新又摔在什么地方 便慌忙地在桌子上 留了一个纸条 说我出去找你了 然后就往外面跑 但是刚跑出去 就看到了黑曜里 一个人影出现了 是隔壁村的小手张 小手张什么都能修 你怎么拿我这里啊 张长生那家伙 昨天是不是将一个 古怪的印章放你家了 对呀 怎么了张叔 有些话我还是得跟你说说 以后离张长生远一点 他昨天差点害死你和你娘 什么意思 他怎么害我了 那个印章上面是山神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知道一点 山神是一座山的神仙 通常都是一些 修炼成精的精怪 但是他拿的那个 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古董 而是山神的一个神 相当于我们人的身份证 不过我们身份证掉了 直接去补饭出去 但是山神的身份证掉了 可补不了 这会引起山上大乱 甚至会被抹去山神的身份 所以山神一定会想办法 夺回山神印 不管是干什么 杀人也好 吃人也好 一定会夺回去 更何况还摔坏了 恐怕山神会发动 说到这里 小手张下意识四处扫尸 我想感觉有什么东西盯着他 听他这么说 我有点发毛啊 难怪张长生 昨天放下山神印的时候 我从他面相上看出了 他要做什么缺的事 原来是祸水攻影了 但是我昨天就将山神印 放家里面的 并没有什么人过来啊 不会是人 肯定是什么动物 你仔细想想 昨晚有没有什么异常 比如老鼠 蛇 或是黄皮子之类的 文言我摇头说 并没有任何异常 难道说 山神追踪不了山神印 这怎么可能吗 还是你家有什么正邪的宝贝 我家哪有什么呀 供奉的小神像都没有 小手张说着 突然古怪起来 并后退了几步 难道是你的原因 你娘不是上山三天下来 就有了你吗 可能你就是山神的女儿 所以山神印在你家一晚上 山神也不会对你怎么样 你和你娘才逃过一歹 我浑身上下都是人 怎么可能是妖怪的女儿 我还是去劝劝那家伙好了 将山神印赶紧丢了 不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山神发怒 可不是开玩笑的 说完他就往张长生家里去 我犹豫了一下 跟着去了 长生你在家不在家 小手张推门进去 好像看到了什么 突然屁滚尿流 一个亮腔的跑了出来 满脸恐惧 他跑远了 还在说不要找我 不要杀我之类话 我哆嗦身体 朝张长生的家门看去 发现里面一点声音也没有 但是地上居然有红色的反光 我吓得腿都软了 难道是张长生被山神害死了 我咬牙走过去 等我一只脚迈进门的时候 突然一个雪人就朝我扑了过来 我吓了后退 这才我才看清是张长生 我还看到他家里面翻箱倒柜的 我想应该是刚才山神在找山神印 我腿软了想离开这里 可是小手张逃跑的时候大喊大叫 所以村长他们找过来了 进屋看到了地上的张长生 他们也是吓得够呛 一看我吓傻 村长连忙说道 发生了什么事 我就把小手张的事说了一遍 你让你娘传的话 说我们村子里面的人 不会再碰山神印 让山神不要再杀人了 事情要是闹大了 镇上面会下来人了 我妈又不认识山神 认不认识山神我不知道 但是你爹也应该认识 我明白他的意思 他还是认为我是妖怪的女儿 听到村长这么说 我撒腿就往家里面跑 看到了我母亲在门口张望 她看到我跑回来松了口气 我跑过去跟她说完村子里发生的事情后 我母亲脸上的神色变得有些难看了 妈 那山神印断了 应该被山神拿走了 现场翻箱倒柜的肯定是山神 妈 山神会不会过来杀我 还有我是不是山神的女儿 山神不会杀你 你是人 我惊魂未定地松了口气 晚上睡得迷迷糊糊的 梦到了一个黑色的野兽 突然朝我脖子撕咬过来 血喷大口 一下子就咬断了我的脖子 就在我下醒后准备继续睡觉的时候 突然听到痛苦的声音 从我妈房间里看来 我跳下床 开门就往我妈房间跑 里面没有人回应 我担心我妈出事了 就串门进去了 这不进去还好 一进去我就吓得差点叫出来 因为漆黑的房间里 突然有一双发力的眼睛 我硬着头皮冲过去大喊 不要伤害我妈 突然黑夜里一只手抓住了我 别怕 妈妈 有妖怪 可是我妈打开了房间里面的灯 我愣住了 因为房间里面就我和我妈 我妈说我看错了 我看她的手似乎又断了 妈 你胳膊这是怎么回事 没事 我要出去几天 你自己在家好好待着 别乱跑 妈 你去哪里 是不是去找我爹 昨天这只手骨头里面不舒服 但是还能用 今天看来出事了 该来的始终要来 但是我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她喃喃自语走到了门口 然后我妈头也不回地走了 可是这个时候 外面突然有人跑进来了 我一看是村长 娃娃 你娘呢 我妈刚出去了 那你晚上把门关好了 没事别出去乱跑 村子里面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怎么会是村长 张长生的尸体被人挖出来了 而且尸体都不见了 娃娃 我让你给你娘传话了 你到底传没有 我说过了 那没办法了 山神发怒 谁都挡不住 记住晚上把门关紧了 听到任何声音都不要开门 村长说完就跑了出去 给其他村子里面的人说这个事 我看着漆黑的门外 觉得不正常了 山神要张长生的尸体干什么 我回房间睡觉 不知过了多久 诡异的声音将我从睡梦之中拉了回来 外面隐蔽的大门突然被什么人踹开了 我平住呼吸 压制住心中的恐惧 急忙从床上跳下来 走到了墙角边 拿起了一个铁锤 我视线透过门缝看了出去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是昨晚被山神咬断脖子的张长生啊 张长生一步一步走进来 我哆嗦地赶紧蹲着走出去 任凭他在我房间里翻箱倒柜的 难道他在找山神印 我想到了什么 赶紧找地方躲起来了 紧接着张长生看了四周后就要离开 我平住呼吸 跟着张长生后面走 我都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 跟了一会 我就看到了张长生居然往村子那边的坟地而去 我看到了张长生走进了村子的坟地 他就像躺在床上睡觉一样 直接躺进了深坑里面 我觉得我应该立马去告诉村长 必须连夜烧了他 我跑到了村长家 使劲敲门 可是半天也没有人开 是谁 村长是我 出事了 出事了 村长松了口气 打开了门 我急忙走进去 连忙把张长生事变去我家的事 还有自己在坟地跑坟埋自己的事说了 你没开玩笑吧 没有 娃娃你先回家 把门窗都反锁死 今天晚上不要出来了 村长 张长生不处理了吗 事变了呀 我们村子又没有人懂那些 你说谁敢去啊 谁敢去烧 万一张长生那个东西烧不死 处理不好 那家伙阴魂不散 那我们村子不是晚了 得请人过来处理 知道一个人 现在连夜去找他 明天下午应该就能够回来了 那村长要不我陪你一起去找 不用了 那个人不太喜欢陌生人 你自己回去小心点 记得关警门 我跑回家关紧大门 将屋子里面收拾了一下 累得不行 迷糊地就睡着了 等我一夜醒过来的时候 天已经很亮了 一看时间发现已经下午了 我赶紧爬起来 跑到我母亲房间里 发现里面空空的 想到现在是下午 村长应该把人叫过来了 我就关上门跑出去了 到了村子坟地的时候 果然就看到了 村子里面的人 基本上都在 大师 还得挖多久啊 这个已经挖了五六米了 还没挖到什么人 继续挖 坑里面的村民只能照做 不过继续挖了一点 突然一个人的铁铲 碰到了什么东西 碰的一声 就是挖到棺材 这个铁铲 碰到下面棺材的村民 疯了口气 可是话还没说完 他就眼睛一闭地 晕死了过去 这可把村子里面的人 吓坏了 纷纷问怎么回事 这个男人盯着坑里面 看了几眼道 不要活 阴阳行客罢了 说明下面棺材里面的是 一个女师 所有人先上来 女师 那么棺材里面的女师 到底是谁 我妈为了证明 没有男人也可以怀孕 独自一人去山里 待了三天三夜 回来后就莫名其妙地 生下了我 村里人都说她 是被野兽糟蹋 或狼或龙 或是熊大 面对村里的流言蜚语 她从未有过解释 只是安安静静地 把我抚养长大 续接上级 此时我扫尸在场所有人 基本上从他们面相之中 看到了这个男人 接下来会怎么做 并不是让其他村民挖 而是让我去挖 这个男人先是走到了 刚才晕倒的村民边 拿出一张黄符出来 在这个村民身上扫了几下 做完这些男人也没说话 而是目光扫尸在场的人 我也没说话 拿起一个铁铲 就跳进了坑里面 村子里面的人惊讶了 刁妹 你干什么 快上来 你娘不在 你要是出事了怎么办 你是女孩子 我没说话 直接开始用铁铲慢慢挖 这个男人看了我一眼 露出几分意外 好像没想到我 居然会这么主动 你怎么知道我会选择你 我没回答她 我虽说不知道 她为什么让我来吧 其次 我也很想看看 这个棺材里面装的女师 会是谁 这棺材埋了十多年了 居然没有腐败 我觉得好奇 不过同时松了口气 我还真没什么事 别说什么头晕目眩了 就是一点反应也没有 不过这么大的棺材 我一个人肯定搞不上去 但是此时村长说道 这是不祥的棺材 先让你把这个棺材 在天黑之前做法给烧了 毕竟他们认为 张长生之所以失变 就是因为这个女士的原因 这个可能不太行 有人将这个棺材 放在了五米之下 说明这个放棺材的人 很重视这个里面的女士 冒人烧了 肯定会被人报复 我赚几个小钱 你们还想让我搭上一条命 大师想想办法 村子里面可不能再出事 我看这样好了 大家一起 先把这个棺材 拉出来再说 有人把绳子丢下了 我犹豫了一下问 拉上来之后呢 你既然能够挖这个棺材 那么说明 这个棺材里面的女士 不会对你做什么 所以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 先把棺材放你家里面 然后我这几天想办法处理 毕竟这单生意 我接了就会尽量完成 但是这个过程 需要你们配合 我妈不在 就拿我当傻子骗我 我这么说 村子里面的人犯难了 正常人都知道 这棺材进门 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了 更何况还是陌生人的棺材 这是把梅运钊回家了 村长开始劝我说 娃娃 你母亲会算命 有神灵保佑 甚至你还是是山神的女儿 村长 你别说了 我还是回去好了 看我这么强硬 村子里面的人也不敢来 我跑回家 不管这个事 我关上门洗个澡 就躺在床上睡觉 可是迷迷糊糊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到了 自己再次出现的 那个挖坟的坑里面 我撬开了棺材盖 里面躺着一个女人 里面的女尸 真的已经嘎了十多年了 而且没有任何要腐烂的意思 我下意识用力将整个棺材盖撬开 下一刻 我猛然从睡梦之中惊醒过来 浑身已经被冷汗打湿了 因为看到女尸脸的那一瞬间 我感觉到了恐惧 怎么可能呢 怎么会是她 我坐在床上喘气 脑海之中满是棺材之中 她的样子 我心里在发颤 再也忍不住地跳下了床 走到了我妈的房间 可是我妈没回来 我犹豫了一下 就往坟地那边跑 路过每家每户的时候 都是大门紧闭的 好像生怕有人进去一样 在手电筒的照射下 我首先看到了 地上有烧过的痕迹 这个灰烬的地方 就是刚才张长生躺着的地方 我大半夜地过来 就是为了打开棺材盖 看清楚 我那个梦是不是真的 他们在我离开之后 就对这里暂时不管不顾 也没有重新填埋起来 我心急如焚地用力翘 但是里面好像被吸住了一样 任凭我怎么用力 就是翘不开 这个时候突然有 踢踏踢踏的脚步声 游远极近地传过来 果然你会自己过来 棺材里面有事情 吸住了棺材盖 你一个人怎么可能倒得开 你们村长过来找我的时候 大致地和我说了一下 村子里面的情况 说这个坟地之中 不可能有陌生的棺材出现 我背他的话 让我不敢往那个地方去想 你心中应该知道我的意思了 不然你不会大半夜的过来 我之所以让你挖坟 是你们村长说你是精怪的儿子 没有谁敢咬你 那时候你挖了的确是一点事都没有 但是现在你让我起了疑心 此刻我浑身颤抖 拿着手电筒的手都拿不稳了 我听你们村长说 你娘在十八年前上山了 三天下山就有了你肚子一天一天的大了 而且她下山性格大变 安静到了出奇的地步 不和人说话 不和人交流 怀胎十月后生下了你 这一切表面上还真没什么可疑的地方 就是一个无辜的少女 上山被什么侵犯了 下山了 怀孕了 又不舍得肚子里面的孩子 就做了一个可怜的单亲妈妈 独自将孩子生下来 将这个孩子抚养成人了 这是表面上的 让人很同情 但是这个棺材里面的女尸 让我冒出一个想法 别说了 你别说了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确定不要说 还是你想到了什么 我没有说话 只是觉得浑身都是发凉 无尽的疑问 让我站在这个坑旁边 不知所措 这个棺材孤零零的埋在这里 她安静了一下继续说 算了 还是让我说完好了 你大半夜的来这里 而且直接要打开棺材 验证什么 更加的确定了 我心中的想法 是你妈妈对不对 这个称呼应该要变了 18年前 真正的她上山三天 并没有在三天后下山 更加没有怀孕 更加没有生下你 因为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其实她在上山三天的时间里 就已经相消欲隐了 我听到这个男人这么说 心中是无尽的难受 与无尽的惊疑 她的分析 的确是有可能 这个棺材里面的女尸是谁 的确很多矛头 都指向我妈 我母亲没下山 那我是怎么来的 麻烦帮我打开这个棺材 我要看看里面到底是谁 这里面的湿气可不一般 我倒行不够 黄险太大了 更何况能不能打不打开 是一回事 关键是打开了湿气 冒出来了怎么办 你要知道 这种深埋地下这么深的尸体 又经过这么多年了 那种湿气 平常人触碰了都会神志不清 众则会当场死亡 她看我一直不说话 然后想了想就跳下来了 我能够打开这个棺材 但是只能打开几秒钟 足够让你看清里面的人 识谁了 你看清之后 再决定要不要把棺材 带去你家 她看我点头 立马拿出了一些 黄浮出来了 喃喃自语 嗖了一声 黄浮全部进入棺材 她口吐了一个然字 我就看到了 棺材盖露出了很大的缝隙 一瞬间 那是我妈 我整个人 仿佛被冰冷的水拖了一样 浑身发凉 这一刻 无数的疑问 一下子蒙罩着我 这个男人说 对了 你母亲真的在18年前上山的时候 却再也没有下山 因为她在山上三天的时候 就干了 但是三天后下山的人 怀孕的人 和她一模一样的人是谁 我又是谁 我到底是谁的女儿 这一刻我脑子好像炸开 混乱无比 既然看清楚了 那么我们两个合力将棺材拉上去 然后先放你家 我知道你一时间无法接受 但是这么耽误下去 天亮了 阳光这么照射下来 可对里面的她不好 我沉默压制住了一切的疑问 合力跟她将棺材拉了出来 不过我刚爬上来 可能这个男人没注意到我 我看到她在不远的地方 偷偷地拿出了一个小纸鹤出来 而且放在嘴边说了什么 一下小纸鹤就没入了黑暗之中 我就算不懂报数 但是也知道她在做什么 她有点通风报信的意思 我看她偷偷这么做的 肯定就是不想让我知道 但是她说中了这个棺材之中的女士是谁 而且她一系列的推算 最终的目的对我来说 现在好像是让我把这个棺材带回家 我没说话 她只是看了我一眼也没说话 然后施法一样 把棺材凭空出现似个黑人 黑人抬棺就这样把棺材弄到我家 我问她叫什么名字 她简单地说她叫杨超 然后就没多说话 到家之后 棺材已经在家门口了 黑人抬棺也等候多时 为什么在门口不进去 难道是我母亲回来了 我急忙大叫铃声 但是里面没有人回应我 不是不想进去 而是你所谓的母亲不想让我们进去 我说我母亲不在家呀 她怎么不让你进去了 再说了 开门做算命生意的 谁进来都可以 杨超看了我一眼 从口袋里掏出桃木剑 插在了我家门口的地下 但是让我惊讶的一幕出现了 这个桃木剑居然被逼出来了 现在信了吧 你娘给人算命那么绝一来 有没有什么规矩 每天只算三个 只赚三十块钱就绝对不算了 其他的没有什么规矩啊 不对 你娘这个规矩没什么问题 但是你应该没发现 你娘绝对不会给道士的人算命 你注意到这点没有 她这么提醒 我还真注意到 我妈算命的人还真都是普通人 这些倒是和风水师之类的 还真没算 正常 你自己其实知道原因 你只是很抗拒地往那方面去想 十八年前你娘就死在山上了 而三天后 虽然有一个和你娘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下山了 以你娘的身份生活至今 原因再简单 你娘不是人 她担心我们这样的人会识破她的身份 所以在家门口还做了这样的防御 更加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十八年前就死的人 她会活生生地在这里生活 她说从小把我养大的母亲不是人 我听得心痛 但是除了这个解释 就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十八年前就死的人 现在还能生活的 我现在这个母亲虽然不是人 但是对我那么好 不管她是什么 都是我妈 她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伤害别人的事 这我可以作证 因为这么多年了 除了每个月三号 她会整天出去之外 其他的时间 她每天都宅在家里不出 哪里有时间害人 杨超眉头一皱 说着她神色变了变 你刚才说什么 她每个月三号都会出去 没有另外的时候吗 有一次就是我小时候摔断手的那一次 她为了照顾我 那是第一次失约 第二天才出去 回来的时候就修了算命的招牌 开始做算命的生意 至此之后 她再也没有例外过 你知道她为什么每个月三号必须出去 我最先开始是以为她出去是见我父亲 毕竟每个月总要见那么一次吧 这是我一直认为的 有什么问题吗 那么她上山可能去她的山上洞佛 毕竟她可能是什么动物 修炼成为精了 而精怪又是人形 要渡劫 我查了已经有二百年 没有任何精怪成功渡劫的 这种情况 法力低微的精怪 需要在特定的时间里 来吸食一些阳性的东西 来为是人形 不被人识破 你胡说 我妈绝对不会这么做 十多年了 我们村子乃至整个镇 都没有什么人失踪之类的新闻 更何况 她平时安静的不像话 根本不会做那种事 她之所以安静不说话 那更加简单了 她只是一只 勉强开启灵智的精怪 她根本说不了话 你们附近的确是没有人失踪 但是其他地方有 我现在确定就是她动手的 兔子都知道 不吃窝边草 我怀疑 她就是一只兔子精 你说的都是真的 另外一个地方 真的有人被她给嘎了 她点头说是 我瞬间痛苦了 你不信我给你一样东西 你扇她不注意的时候 对着她的脸照 你可以看出她的圆形是什么 如果眼睛是血红的 是尴尬过人的 记住 她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镜子出来 这是照妖镜吗 不错 通常最容易成精的是蛇 老鼠 黄鼠狼 狐狸 我看她不是兔子精 就是狐狸精这些 这个照妖镜都可以照出来 我颤抖的手没打算接 她将这个照妖镜塞进我手里 我立马拉住了她 她没有打人 我也不会让你打她的 你拦得住吗 她撇头看了我一眼 然后让黑人抬棺放下 自行离开 她说让我自己弄进去 然后直接朝远处走去 很快就在黑暗里面没影子 我低头看着手中的照妖镜 犹豫了一下 先收了起来 而我决定等天亮了 我就去找我母亲 告诉她有人要赶她 这个杨超我暂时分不清好坏 但是她将这棺材放我家干什么 第二天 我听到了大门口有声音 我急忙跑到了大门口 透过门缝看了出去 并没有看到任何人 我顿时警惕了 没有人 那么敲门声音从哪里来的 突然这声音再次出现了 我顿时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 因为我看到了 有一只兔子在抓门 而这只兔子 只有一只前肢在动 因为它左手赫然好断了一样 我正在抓门口 我觉得这只糖质 没有人都使用能力 我正在抓门口